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就出來了 美國的各大電視台包括親共和黨 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台 跟其他左膠電視台加入大合唱 宣布特朗普已經拿到足夠選舉人票 超過270張 正式當選美國總統 有些人就說 喂 你現在選香港小姐嗎 由電視台去宣布哪個總統候選人贏 其實這個說法對於美國的情況 就是相當不了解 當然正式的選舉結果當然是由這個選舉委員會 就是各個州的Election Commission去宣布 電視台為什麼按照傳統會說哪個候選人贏呢 是因為是看那個點票的趨勢 例如你點票的結果 是已經去到九十幾個巴仙的選票 這樣 然後那個趨勢 你是見到哪個候選人是領先 似乎這個趨勢是很難逆轉的 那些電視台根據傳統就會宣布哪個候選人贏 在哪個州贏 然後加上選舉人票 就是確定到哪個總統候選人是當選的 那連霍士電視台都這樣做的話 其實這個我相信的結果也很難逆轉的了 雖然那個官司還在打緊 應該我詳細講一下這個情況 電視台宣布之後 然後拜登就在當地的時間 星期六的晚上 就正式以 總統當主人的身份 發表全國的演說 那個演說可以 叫做宣布勝利的一個勝利演說 每一個美國人繼續努力 放下分歧 一起修補美國現在 大家的傷害 明白到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幾次 輸了在這個選舉裡面 輸過的人 無論是民主黨的黨內初選 等等都輸過了 他明白到他們的失望 呼籲他們給大家一個機會 讓兩個私力的陣營 彼此聆聽 放下尖刻的言論 冷靜下來再次見面 再次聆聽一起發展 我們必須停止 把這個對手視為敵人 也不是我們的敵人 他們都是美國人 也有講很多引述聖經 即是他兒子 以故的兒子 很喜歡的聖詩 也有些是老生常談 即是說這個 The Blue States Red States 他說 我們不會分藍州 還是紅州 我們都是Urelated States 我記得這些 和政客讚稿 這句話 其實我聽過不止一次 很多老生常談 究竟能不能夠修補撕裂 今天來講 作出的呼籲 不是等於美國民眾聽 你看到 那個情況開始 有點混亂 即是有些不同的州 有上街慶祝 有些都是上街去抗議 也有很多不同的報道 就說有些人是有武器 拿著槍的去阻止點票進行 究竟這個所謂的亂局的苗頭 會不會發展成一個大混亂 暫時來說不知 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最關鍵的因素就是 特朗普究竟會不會承認落敗 他就在拜登差不多同一時間 拜登宣布勝利 他就在他的Twitter說 其實情況是剛剛開始 他會在全國輕重 即是要打官司 務求要推翻這個結果 亦都說拜登太早宣布自己勝利 其實是未完的 但是這一場官司究竟會怎樣 最後結果是怎樣 其實未去到最高聯邦法院的層次 都是在這個地方 在縣州的層次打 我昨天也有提到 有些是特朗普的技術性贏了 有些是輸的 未到決定性的層次階段 會不會像2000年那樣 小布殊對戈爾 由法官去判斷 其實不是 其實大家要記住 特朗普說是由聯邦法院的法官 有些人說說聯邦法院的法官 是特朗普委任的大部分 都是保守派來的 都是應該支持特朗普的 這種說法 我不知道算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還是醜陋的誤會 如果是這樣想 就是說美國的司法制度 這個總統委任了大法官 如果是屬於他的派別 所謂的保守派 自由派 無論如何 那個法官判案的時候 都會跟著這個總統的意願去判 我覺得這個 對於美國的司法界來說 不單止是扭曲了 簡直是侮辱了大法官 到這個在2000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如果還記得 那個爭議不是由法官去判 小寶樹你贏吧 哥爾你輸吧 其實他很技術性 就說不用重點了 不需要再重點了 這個是最後客觀的結果 就是小寶樹贏 這次其實 有些州的重點 就不是法官判決去重點 我都說過不止一次 因為相差太邊緣 有些是1% 有些是幾千票 自動就會重點 但在歷史上 重點選票而翻案 次數是極少的 有些重點就令到 本來你要求重點 那個總統候選人 更加會輸得多些選票 現在的關鍵是 我昨天也說了 其實共和黨的人 在這個問題上 可以扮演某些積極的角色 但今天你看到共和黨人 沉默的多 出來要叫特朗普接受 結果暫時是沒有 但沉默已經是一個表態 沉默已經是 等於不贊成特朗普這個做法 現在有外電有美媒有一個報道 他就說 當美國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宣布這個勝選之後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就說 剛剛開始了 那些官司 全國一起打 會展開訴訟 但另外 令我有些驚訝 特朗普的女婿 庫什納 游說特朗普接受這個選舉結果 而且路透社也引述 特朗普的顧問 應該容許重新點票 向法庭入稟 如果沒有辦法改變結果 特朗普就應該承認落敗 即是說 你這個程序做完 可能是一個星期之後的事 你不可以交著 不可以交著 為什麼呢 因為 共和黨裡面有一種聲音 這種聲音 越來越多 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 就說擔憂特朗普 或者支持特朗普的人 或者共和黨人 未能夠 體面地下台 如果未能夠體面地下台 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會令到特朗普個人的政績 和政治能量 徹底被摧毀 這就是共和黨裡面有一種聲音 我覺得我認識 當然美國政治 有些人說你不要說了 你認識什麼 你不在那裡住 當然我承認 我必須承認 我一定要在這個問題上面 不是懶謙 一定要很謙 我的觀察肯定是會有 有個缺失在裡面 因為真的和在當地 的觀察是很不同的 當然我也有我自己的 看不同的資料 以及做一些分析 綜合的能力 你覺得 你不同意 你可以反駁 沒有問題 現在的報道說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 副總統彭斯 和特朗普的女婿 庫什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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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負責 告訴特朗普 知道 怎樣讓步 這個呢 我就覺得 你自己想想 其實這個報道 可信性是很高的 可信性很高 特朗普無言 是在共和黨裡面 是很特立獨行 很少數派的人 他身邊的人 他身邊的人 跟著他 其實 那個 政治生涯 梅多斯 也好 副總統彭斯 有機會在下屆會選 特朗普的女婿 也有機會 繼續在美國政壇裡面 去打滾 如果特朗普這次 搞到 很 很醜 很 不肯下台 霸佔白宮不肯走 要被人拘離 等等 其實他跟著他那班人 完全是沒有運行 如果你要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一定要和他劃清界線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希望特朗普 自願認輸 然後看面地下台 然後保留到整個共和黨 在敗選之後 都被民眾看到他的支持者 或反對者都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得體大方的 遵守這個遊戲規則的 不會輸打贏要的一個政黨 彭斯這一類 我想會特別重視這個過程 政治的事情 四年之後又可以再來 四年之後又一條好漢 接下來可以繼續累積他的政治資本 其實特朗普拿到七千萬票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政治資本 現在他身邊的人很心急的原因就是 如果這個這麼大的政治資本 被你搞到大陸 可能一天之間就會消失 例如 我覺得我成海很緊的這個問題 例如美國發生的那些極右的民兵組織出來 用這個武裝的方法上街 但美國 無論任何一個普通的市民也好 政客也好 商人也好 肯定是不能容忍這個亂局 肯定會派出 這個FBI 或者其他的一些 甚至國民警衛軍因為武器 去鎮壓 這樣就會很難看 如果追本索元 原來就是 特朗普說的 Proud Boy Stand Stand down Stand by 原來他搞出來 這樣就整個特朗普的政治能量 就會消失了 特朗普的政治能量 大家要記住 並不是在於他那種 呼籲 極右的 法西斯組織 走出來 去做這個武裝抗爭 他的政治能量 是在於 很多人支持他的政策 而不是支持他 搞亂美國社會 這一點 對於特朗普來說 其實是一念之間 那我就 我會有信心 我會有信心 什麼呢 最後他都會 會低低地出來 習慣 我們做什麼呢 保留 保留他的政治能量 如果他能夠這樣做的話 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這樣 我覺得 即使你說什麼 大家不要 民主黨拜登不要高興 還要審的 這個上去這個 聯邦的最高法院 我剛才也說 其實不在那裏審的 現在暫時還未在那裏審 還在那裏 縣州那裏 上去呢 什麼時候才上去呢 是不是這個聯邦 最高法院 隨時可以介入呢 其實 這個都是一個疑問 但是呢 要翻盤 其實越來越困難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呢 你見到其他的國家 當這個拜登 宣佈勝利之後 就很多的國家 就爭先恐後 是向這個拜登 是祝賀的 現在要數呢 包括什麼呢 包括在歐洲的傳統盟友 這個 英國的Boris Johnson 德國的默克爾 這樣 亦都有包括這個加拿大 很多 很快就在Twitter那裏 發表了祝賀的一些言論 亦都包括這個烏克蘭的總統 這個 還有就是 法國 法國的總理馬克龍 印度也很快 印度的總理莫迪 也很快祝賀 特別祝賀 什麼呢 和他有血緣關係 不是和莫迪有血緣關係 有印度血統的 這個副總統 當選人 賀錦黎 他形容他是破天荒的成在 印裔美國人的驕傲 有信心印美關係 在他支持下 會領導會有更強大 我覺得值得一提 在這裡我想花多些筆密去講 講完 日本首相菅義偉 和西藏流亡領袖 達賴拉麥 亦都是祝賀拜登當選 採聞什麼呢 為何要特別講 先講採聞 採聞 很有趣 我錄一段影片 本來以色列 一直未發賀典 後來很快 排在歐洲的盟友之後 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湖 在Twitter 恭賀拜登和賀錦麗 拜登是以色列的好朋友 A great friend of Israel 在另一個貼文上說 感謝特朗普的友誼 承認賀勒斯蘭和戈蘭高地 為中東和平作出貢獻 這個古惑仔也算是這樣 大家記得拜登在記者面前 特朗普叫他在記者面前 去支持中東政策 多大都不肯 因為他不想押錯保 最後押保成功 但有兩個國家 我錄一段影片一直未發聲 一個是俄羅斯普京 一個是中國的習近平 但是你看到 還有麥犀哥 麥犀哥說 要等待法律訴訟結果 麥犀哥可能沒有大影響 我想說一下蔡英文 蔡英文發出了一個恭賀聲明 他說這次輪到我 恭賀拜登團隊勝選 為何要輪到他呢 因為他就在Juta底下 就是登了今年的蔡英文當選之後 沒有多久 Joe Biden發出的賀電 就說公賀蔡總統和台灣人民 有另一次相當成功的選舉 你們越來越強大的原因 因為你的社會是公開的 開放的和自由的 美國會繼續加強和台灣的關係 因為我們在民主的進程中 大家都是心意相通近次的 在拜登給蔡英文公賀他做總統的 Twitter上寫了一段說話 蔡英文公賀拜登 Now is my turn to extend congratulations to Joe Biden和賀錦麗 on being elected president and VP elect 然後他說 輪到我們 他說我們其實 我們之間的友誼 the value on which we have built our relationship could not be stronger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further our friendship and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其實是一件我覺得 都不是太過 怎麼說 都行行的一個祝賀 期待美國美台共同 努力增進友誼 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我們之間友誼的基石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他是比習近平 他比習近平 不知何時 是對拜登發出何點 習近平何時做呢 不知道 會不會做呢 不知道 我相信都會做 我為什麼會特別拿蔡英文出來說 我覺得是重要的 因為 在台灣 也有不少人去批評 民進黨政府壓補到特朗普那裡 包括什麼呢 包括 如果大家記得我講過 即是 去恭賀 蔡英文總統當選 那些美國國會議員 那些video 那些clips 共和黨的 被民主黨的 議員多成 倍幾兩倍 好像三倍 好像十一對三 還是十一對四 被人說 你壓補嘛 也都在 駐美的機構的網頁上面 外交部網頁上面 他登了一些 近似特朗普在選舉的時候的一些文宣 包括他太太 特朗普的太太寫的一些文章去支持特朗普 後來就很快刪掉了 但是為了補獲 卓英文和他的國員 不止一次 還有很多 例如開這個 民進黨的黨團會議 某些黨團的成員 又或者是他的常委等等 竟然在他的帽子 身上掛了支持特朗普的標語 現在 其實 蔡英文後來 和他的內閣國員 不止說了一次 就是說 無論怎樣 美國兩黨政治 對台灣是很重要的 很感謝美國人 對台灣的支持等等 我經常強調 就是 跟這個意識一樣 蔡英文其實是應該對特朗普感恩大德 特朗普做了總統之後 加速和台灣建立關係 賣很多武器給他 但是也有一個說法就是 其實特朗普 真的不太知道 其實 對香港對台灣都是 是他們底下的國員 例如蓬佩奧 例如博明 例如納馬羅等等 這班鷹派是要加快對台灣 建立一些友好的關係 其實他們都要想著 例如買這麼多武器 都想著一旦他們不在位的時候 能夠令到台灣 軍事的力量強大起來 台北的和平都要一定程度的保障 那麼 跟特朗普上台下台有沒有關係 這個 我下一條影片詳細分析 你見到蔡英文 不停地去強調 兩黨的政治 兩黨都同時對台灣友好 所以他要保鑊 他不純粹去壓補下去 這個特朗普 當然在後期 他知道形勢一直在變化 其實我反映到蔡英文 轉身轉得比較快 比較聰明的地方 現在的現實 其實政治是一些很現實的事情 外交政治也是很現實的事情 你看到這麼多美國的盟友 第一時間 當事態開始明朗化的時候 未明朗當然不說 開始明朗化 既然拜登也出來自己宣佈勝選 特朗普也宣佈過勝選 其實他在星期三的時候 上星期三的時候 都宣佈過勝選 沒有人理解他 到拜登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六出來說 宣佈勝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那個勢已經形成了 在外交上 那麼多國家 這些西方民主國家 傳統的盟友去 恭賀拜登 其實反映到什麼呢 反映到這個 他們要 承認這個 沒有辦法逆轉的選舉結果 這是第一 第二 也看到 這些傳統盟友 多討厭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上台 是 將美國的盟友 全部 可以得罪的 全部得罪了 可能最好的就是以色列 全部都踢走 NATO 就是北大西洋工作組織 或者其他的 TPP 就是這個 北美自由協定等等 全部都 總之 踢散的 就踢散了 他的盟友 其實 老老實實 即使是最好的 和他的風格好似的 這個 Boris Johnson 英國的首相 韓信 都很不以為然 現在 好 他覺得 好 有少少出一口烏氣的感覺 你對我們 兒子棄屎 總之 只捉住個臂鬧 現在 你不在這 你下台了 大家很快 用祝賀拜登 好像是一雪前恥 出歐氣 蔡英文就很不同 蔡英文是 需要這樣做的 因為 無論哪個 政黨的總統上台 美國 要去 繼續 成為 這個台灣的保護者 這個是 對於台灣 生存是很必要的 尤其是現在兩岸的情況 那麼緊張 所以 蔡英文這個做法 是 我認為是 在政治現實上 是做得 很對 和很及時的 他這樣做 其中 除了我剛才說的原因 就是 你在民進黨領導下 傾向性很強 你不快修正 你可能很嚴重 拜登上台 之外 在 美國 做了一個調查 有關於 全世界 包括這個亞洲國家 撐侵的 百分比 原來台灣 比香港 多很多 台灣有超過一半 是撐侵的 香港未到超過一半 撐侵 台灣的民眾 是 在 那些名嘴的影響下 第一 就認為 特朗普 一定會贏的 戰神 戰無不勝 一定會贏的 第二 如果特朗普不贏 台灣就糟糕了 世界就糟糕了 其實 跟香港是很相似的 但在台灣 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 要急轉彎 台灣人要急轉彎 其實是難的 對於蔡英文來說 面對這個政治現實 他第一時間發出這個 河電 其實對民進黨政府的生存 是非常重要 起著這個關鍵的作用 我們看到蔡英文這樣做 我們覺得蔡英文是左膠 大家怎麼看 香港人對於這個政治現實 我們又如何去回應 是不是一直都說 未完的 我們集氣 我們為特朗普祈禱 希望他有逆轉性 反白人性 未完的 因為官司未打完 也未完的 如果你一直都這樣想 一直堅持 可能有些名嘴 告訴你 一直都說未完 有些意見 一直都說未完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種只是一種麻醉樣 這件事 遊戲已經有結果 賽果已經出來了 其他那些是餘慶的事情 大家要記住 關鍵就是 如果全世界的領袖 都這樣做的話 其實 告訴大家 他們已經接受了 拜登當選這個事實 而且這個事實 都不是夾行接受 香港人如何自處 如何想 那套戲在心裡 沒有辦法 吐出來 接下來 我們如何面對 政治的新的共變 這是很值得香港人思考的問題 除了不信之外 如何接受這件事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CLASS 和買頭條本色的本書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在這裏正式宣布 10月1日開始 就推出我的年費計劃 和往常一樣 你知道給最低限度 5元美金 一次過收一年錢 就可以享受我12個月的服務 包括可以看到 聽到我的評論 雀仔相和在報紙發佈的文章 這個年費計劃是有折扣的 大概就是九二折 即是說你給11個月的錢 你就可以拿到12個月的服務 為了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年費計劃 我答應過送一些紀念品給你們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最近出的 買得不錯的一本書 定價是108元 無論你在香港或者海外 我都會免費送給你們 當然是郵寄 在海外的朋友 郵費都幾厲害 大概70到80元用空油的話 為了減輕我的負擔 我就建議你們可以 每個月增加一元 可以令到我的支出沒那麼大 當然這個不是強制性的 你需要如常維持 五元美金 我都可以繼續用空油寄給你們 你知道通過這個電郵 將你的名字和地址給我 我就會根據這個名字和地址寄給你們 我送給大家這本書 當然是一本簽名本 有我的簽名在這裡 如果你問 可不可以寫你們的名字 當然可以 你希望的 你要求的 我都會做得到 這個送書計劃 優惠期有限 至今年的年底 2020年的12月31日 可能有朋友會問 可不可以有月費九月年費 當然可以 打開你的Patreon的網頁 然後在右上角 那裡打開整理會員的資料 就是manage membership 就會一步一步告訴你 如何有月費九月年費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由於Patreon改變了他的收費模式 所以我建議你們 可以在月初開始訂我這個計劃 例如月費的訂戶 你在一號訂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收你錢 到下一個月一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但如果你十號才開始訂的話 他在十號收第一次錢之後 到下一個月一號 就會收第二次錢 那你就會虧了十日 年費都一樣 如果你是一號訂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一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十號訂 他十號收到第一次錢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一號 就收第二次錢 其實是說了十日給他的 我在這裡就希望大家 踴躍一點參加我這個年費計劃 可以有送書給你們 可以有折扣 可以繼續看我的評論 看我的著述照 以及我的文章 多謝大家